如果隔三差五 就要被自己父亲这样对待 被指责就说是在教育小孩 你会怎么办 徐势力就很迷茫 他既想报案又怕没用被打得更惨 但他遇到了沈法官 法庭上 徐势力的父亲徐白朗 又无赖地说只是在管教小孩 沈法官义正言辞地说道 所谓管教 管为保管 教为身教 既保护起来言传身教 这就是你的管教 徐白朗被劈得哑口无言 进而又说 因为徐势力从事封城 他才如此下手 徐势力慌张地看着法官 因为这是事实 可徐白朗隔三差五伸手要钱 而爷爷还在住院 他一个十六岁的女孩 只能从事苦不堪厌 沈法官看着满不在乎的徐白朗 他翻出照片 然后急剧压迫感地靠近徐白朗 吃饭 徐白朗咽了口口水 做了一部安 接着沈法官又拿出了 奶奶提供的诗报录音 他一直不忍心 一边是儿子 一边是孙女 奶奶很痛苦 但更多的是害怕 果不其然 徐白朗嘴里念叨着竟敢出卖 然后静止冲向自己母亲 拳脚向下 最终他被制服 沈法官宣判 一年内不许接近徐势力一家 并且必须自废治 徐白朗还想争承 沈法官直接打断 如不执行或者在犯 将直接以伤害罪送天 没等徐白朗万念举灰 就被一秒是法庭现场关押 直到此时 徐势力才终于大哭着抱着奶奶 他呢 有了胃 事后 撤去放 徐势力彻底破防 千言万语会成了一句统地 再次探长住院家庭受害者 都能遇到自己的神态 因此 感谢观看